赶在中学会联署登记的最后一天 青梦主席宋楚瑜在今天首度带着副手亮相 台大公共卫生学院创办人林瑞雄教授 一起到中学会登记联署 那么宋楚瑜说从招中雄到林瑞雄 也证明他特别爱雄要重振台湾的雄风 至于有没有信心通过百万的联署目标 宋楚瑜则是说将勇则胜 他相信台湾人民想改变的决心 千呼万唤宋楚瑜的副手手度亮相 跌破众人眼镜是台大公共卫生学院创办人林瑞雄教授 我比较喜欢雄 张召雄之外 现在怎么样是林瑞雄 因为我们要找回台湾的雄中对不对 将来现在已经出现的三组 我们总统副总统候选人里面 他是唯一位过去没有重过症的 唯一位没有重过症的 白纸一张 白纸一张 您到处就问这种流行病最严重的叫做蓝绿对决 也不符合公共卫生的条件 所以因此宋楚瑜就请出一位公共卫生的专家 来替台湾重新找回政治的清白 我是平生第一次参加 别想是这么大 二我眼睛都放不开 反常反应 我的协者性 协者性 能够在政治场面 我一直还 到现在还在还 我给他一头再进去 好像有些有些乖乖 我一束牌 鬼神帮我吞一下 像一束人的一束牌 我希望这是鬼神的牌之一 希望我能够提供任多对台湾 不管在公共卫生方面 国际交流方面 都能够提供我的经验 宋林沛正式成席 事先保密到家 连林润雄的名牌 都是签字笔临时写上去的 不过首都踏入政坛的 林润雄 喊口号动作难免生疏 却不断和宋楚瑜抢麦克风 想要唱所欲言 因为他比宋楚瑜还有信心 没到一把 我大概没有这个有些登场 因为我在企业那种离国 开着挂 我自己会挂 那是挂起来 你这样挂我大概不会一拖 那口感是给人家 其实也是不好演算 降用折胜 这是大师这样的话 对啊 降用折胜 怎么可能没有一百万 如果我是选假的 如果我不是真正有这样的决心的话 我不会花那么多的心 我要做一个真正的地方 不是长的地方而已 我们长的地方很长的地方 按照规定 联署登记后45天内得跨过25万多票的门槛 不过宋楚瑜扬言要达成百万联署 就看接下来45天 宋省长能不能刮起百万旋风 民事新闻玩起沈培志 台北我导 好